这是2017款雪佛兰科帕奇 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如何更换备胎 首先找到一个相对平整的地方把车停好 注意周围的交通状况 一定要拉好手刹将车辆熄火 雪佛兰科帕奇的备胎在后备箱下方 打开可以看到里面还有更换备胎的工具包和千斤顶 用松紧带绑在备胎边上的卡槽内 拧开固定螺栓将工具包取下 看见这个挡板没 用随车的伊丝罗斯刀撬开就能看见一个螺母 用随车车扳手松开这个螺母就可以取下 由于螺母的行程较长 所以要有些耐心 随着固定螺母的松开 备胎就掉下来了 这边还有一个拉绳来固定 在松开备胎的一瞬间不至于让备胎一下就掉下来 松开这个拉绳就可以将备胎取出 科帕奇的底盘上专门设计了千斤顶支点 前支点在这里 后支点在这里 注意不要顶在其他位置 那样有可能滑脱导致砸伤 还会导致下边脸变形 将千斤顶置于支点正下方 顺时针旋转千斤顶手柄 直至千斤顶上骨凹槽与支撑点下沿咬合即可 无需继续旋转千斤顶手柄 下一步开始松螺丝 如果太紧可以借助身体的力量 一定要按对角线顺序依次松动螺丝 松几圈即可 不要完全拧下 把备胎垫在车身下方 以防止滑脱砸伤 此后顺时针旋转千斤顶手柄 将车辆顶起 直至车轮离地一直以上 将刚才拧松的螺丝全部取下 双手将车轮向外拉出 与放在车底的备胎交换位置 对准螺丝孔位 将备胎挂在轴骨上 一只手扶住备胎 另一只手按对角线顺序 依次拧入螺丝 无需拧紧 逆时针旋转千斤顶手柄 降下车身 确保车轮着地 抽出车底的轮胎 按照对角线的方式 上紧螺丝 此步骤同样可以借助身体的力量 最后一件事 就是收起千斤顶和随车工具 还有你换下来的轮胎 注意 科帕奇用的是小备胎 尺寸与其他轮胎不一致 因此 建议最高车速不超过80公里 建议备胎只更换到后轮位置 如遇到前轮损坏 可以先将备胎更换至后轮 再将换下来的后轮 与损坏的前轮更换 请尽快前往专业维修地点 对原装轮胎进行修补 OK 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 有关于其他车型的问题 请继续关注原修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